修改的也是ok的 所以有些功能 以前有做得到啦 你也可以把它錄下來再來修改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這個是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有興趣同學自己在玩玩看 其實也蠻好玩的按下去 他就自動去去run 自動去跑那個進度了 所以後來就有同學把它改成期貨 改成那個外匯 類似的方法 其實可以改的還蠻多的 OK好 這個是 當日行情的這個範例 那再來的話 差不多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也會有切換工作表 那我希望國文數學英文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按鈕 自動怎麼樣 全部再加過來 自動在幫我算出結果 當然最好是可以直接 預覽列印一下 如果確定沒問題就把它列印出去 那更好就報表每次一下就可以 成績單馬上可以印出來 那這樣效率就提高了 可是這地方怎麼做 第一個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題目 他這個題目裡面 大概要需要做幾件事 1跟2 總共有各三個小題 第一個 我們就是要做 切到 這個 國文 數學英文 這邊總共 會有三個 我把這一題 應該要把它重開一下 因為這邊已經做完了 不儲存 再開一下 全部清空 這個 這一題 那裡面的話 做哪些 國文 數學英文 那有三個 都一樣的位置 所以把國文按去不見 再點英文 第一個問題就是 日常直筆 請你算出 這五個成績裡面 的 平均 但是 不包括最低分 怎麼做的 第一個你可以 先把這邊 做什麼 加總 加總完之後 減掉最低分的一個 最低分是哪一個 迷你 刮壺 一樣這個 然後記得 再刮壺 除以多少 4次 這樣就好了 OK 就可以把 最高分的4次 平均起來 記得這三個要先按序幕這邊 把它選起來 不然的話你要 再做另外兩個工作表 花時間 這兩個做什麼 平均 其實平均這邊最快 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他的學期成績是多少 基本上就是 這個 乘5% 所以這個 麻煩 蠻麻煩的 因為 前面三波打 必須要連連續的範圍 但是我中段的範圍的話 在這裡用三波打可能有問題 所以等於上面的成績 乘上 這一個 加上 這個 乘上 這個 加這個 乘 這個 加 這個 乘 這個 加 這個 乘 你鎖 鎖 5% 你鎖5%就可以了 不過 我們直接按了F4 鎖起來 沒有關係 下下填滿 OK 做完之後的話 國文數學英文 都做完了 可是問題 你這個時候 他還在多選狀態 如果你要 取消多選 記得要選這三個以外的 再切回來 這個就取消多選 好 最後把國文的成績 怎麼樣 Ctrl C 貼到這邊來 但是貼上特別自由 我這邊需要的是 貼上什麼 貼上 直 貼上連結 跟等一下 貼上連結 把這個連結貼上 其實貼上連結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 只貼第一個 那比如說像數學 其實這樣應該也可以只貼 貼一個 不過應該也沒什麼差 貼一個之後的話 如果你在向下填滿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還是要整個貼 因為他不會自動 對這個鎖住了 那怎麼辦 把它解開 貼上之後 還是一樣 我們還是一樣把這個 選擇性貼上 貼上連結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它貼上連結 貼上連結之後的話 其他這個 英文也是一樣 最後再把它做加重 做那個 名次 那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在這個 算 算這些東西 我們重點是 如何把它做成一個 這個 聚集 畫面先換個句 你要錄製聚集之前 其實可以不需要把這個公式刪掉 那錄製聚集怎麼錄啊 特別重要 第一個 的